定一個矛 矛定效應 直接說了 如果520之後的百日之內 沒有達到6成以上的聲望 他就叫跛腳 這對賴清德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他怎麼可能會在百日之內 進行到6成 但是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給所有的台灣人民 定下一個矛 就是如果賴清德沒有辦法 在百日內突破5成或6成 他就是個失敗的總統 所以從他100天之後 他註定達不到 那麼他就是一個失敗的總統 因為我們就先把標準定在這裡 而我們知道賴清德 定然是達不到這個標準 更不用說當初馬英九也是上任 到100天的時候蔡英文幹嘛 還有當時的蘇貞昌 就集結了大批的人 直接上街頭抗議 就說馬英九百日不行什麼的 就開始來抗議跟包圍 好 那麼第二個 所以對於賴清德來說 他可能會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所謂的切割 就是把一些反正跟我賴清德 以及這個賴系相關無關的事情 丟給誰來打 比較有可能丟給民眾黨來打 為什麼 因為這當然是希望能夠 因為依照總統的票數 民眾黨得票比國民黨少 所以當然是希望能夠 繼續的拉抬民眾黨 然後跟國民黨持平 對吧 所以如果黃國昌 黃珊珊 都要繼續去選縣市長的話 那麼當然是把資料 把這些自己要切割出來的東西 那就與其交給國民黨 不如交給民眾黨 讓他們未來新北市或台北市黨 繼續的藍白去分裂選票